欢迎各位亦友全面进场 2月16号 礼拜四的第二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最新的国际局势 根据乌克兰军方所说 在昨天首都基附上空 是出现了六只俄罗斯间谍气球 而乌军的防空系统 已经成功地将所有的气球拦截击落 另外 俄罗斯在昨天单方面宣布 已经成功地突破了 在乌克兰东部的两条坚固防线 还说乌军在劳金斯克地区 向后撤退了三公里 不过 这个说法是遭到了乌军的反绑 乌军就说 是他们成功地击退了俄军 在劳金斯克的部分袭击 另外 俄军在围攻乌克兰东部要塞 布格列达尔镇的过程里面 是遭受到开战接近一年以来的最惨重损失 俄军的海军陆战队 第一五五旅五千名的士兵几乎全数阵亡 好了 在讲到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 乌克兰成功击落俄国气球的情况 是怎样的 据路透社的报道所说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 昨天就说 他们发现到 有六只俄罗斯的间谍气球 是进入了基辅的上空 使得基辅一度是响起了防空的警暴 据由理所说 这些俄罗斯间谍气球 纯粹是依靠风力 在空中移动的 换言之 这些波波本身 就不具备任何的动力 纯粹就是随风飘移的 俄军在放飞这些气球以前 只要是掌握到足够的气象 和风速的资料 其实这些气球放飞以后 就会按照预定的路径这样飞 很准确都可以 不像大陆那些这么担本 俄罗斯这一只就省水省力 成本很低的 大陆那只就不同了 又配备有太阳能电磁板 然后美军在那只气球的残骸当中 就发现原来 那只大陆气球 是可以人为地操纵的方向 速度 所以就 不同东西来的 俄罗斯这些就很差的 现在就有样学样了 加入气球大战当中 人放他又放 好了 我们再看看报道是怎么说的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所说 乌克兰空军方面就宣称 其实这些俄罗斯间谍气球 就是很普通的冲气球 有一根绳来继续 又装有反射器和雷达 很明显是拿来做偵察和间谍的用途 但是乌克兰空军就说 由于这些气球 仍然是一个空中目标 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就被迫要作出反应 将这些气球 逐一拦截和击落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 尤里又提及到 俄罗斯是使用上了成本极低的气球 来到去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导弹 俄军现时就使用 所有可用的战争办法 来到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尤里还提到 俄军使用这些间谍气球的目的 除了说是侦察军情 和是消耗乌军的防空力量以外 也是尝试减少俄军无人机的损失 因为类似凯英十这一类的无人机 在俄军里面 已经是买少见少 针对乌克兰的说法 俄军并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或者反驳 至于乌军 将会收集气球的残骑 并且进行分析 除了乌克兰首都几乎上空 是出现了俄国的间谍气球以外 据摩尔多瓦方面所说 原来他们也都在昨天 出现了类似气象气球的飞行物 而需要短暂地关闭领空 后来就开放了 所以现在俄罗斯就去玩一份 不停放飞这些气球 其实俄罗斯现在玩到这一招放波波 就是很不择手段 而且是很邋遮的 其实就等同于是瓷器坎光瓦一样 他就放飞这些极低成本的东西过来 使得乌克兰方面被迫都要将他击落 难道见到有就不击落 还有根本上人家的防空系统 见到有这些对于空域里面产生威胁的东西 他就是会自动将它击落 以及拦截的 那怎么计算呢 其实都是乌克兰吃虚的了 因为乌克兰的防空导弹都是很有限 也都需要依靠西方国家的军备援助 才是有的 但是俄罗斯做的那些东西 不单止说他那个成本是够低 而且他可以大量生产都可以 整定一百几十只出来 然后就看那个气象和风速的数据 反正较适合时间 较适合风速 不断扔上去 对于乌克兰来说就大劲了 因为这样就等同于是消耗他们的弹药 等同于是烧银子没有分别 那俄罗斯这一招都是向大陆学回来的 大陆走去还台湾岛军演 又说什么飞过台海中线 然后又说派那些这样的军舰 走到台东的海域影哩影怒 那其实都是要使得 这个国军疲于奔命 那大陆有战机飞到来的时候 台湾方面又要派那些战机去做所谓的拦截 那现在俄罗斯就学到炉火纯清 直到可能是清出于南 因为人家乌军那些防空导弹 和他这些烂鬼波波 那个成本差距可能是说几百倍的 好了 跟着下去我们跟进一下最新的战况 怎么样了 在昨天 俄罗斯国防部就单方面宣称 俄军已经是成功这样突破了 在乌克兰东部两条乌军的兼顾防线 而且乌军就在劳金斯克地区向后撤退三公里 国防部还说 即使是敌人再兼顾的两道防线 也都没有办法抵挡俄军的突破 但是这个说法很快就遭到了乌军的反驳 乌军就说 是他们成功击退了俄军 在劳金斯克的袭击才震 但是俄军是这样展开攻击 也都说明了 在前线的战役 的而且确是面临着困难的 路透社的报道就说 由于俄军根本都没有说明到 具体进攻的是哪一个地区 故此是没有办法核实俄方的说法 即是车大炮啦 突破防线这些这么重要 这么丰功伟绩的东西 怎么会不拿出来标榜才行呢 投入了这么多人力资源在里面 做肉盾走去做炮灰 被他却之后突破了两条坚固防线 连地区名都不敢说 即是只虚乌有的啦 又是 说得长话 好了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就表示 俄军就发起24小时的特责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就说 俄军向顿内刺客的巴克姆特镇 发动了地面的炮击 对着城镇和村庄来到去开火 另外俄军在过去一个月以来 不断包围东部的一个要塞 布格列达尔镇 但是始终苟攻不下 最近在这一场战役当中 俄军还遭遇到自从开战以来 最惨重的损失 海军陆战队第一五五旅 五千名士兵几乎断灭 而这支部队就是俄军目前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根据乌克兰军方释出的画面显示 这支精锐的部队 试图反复在白天的时候 襲击戒备心炎的布格列达尔镇 俄军有特种部队 装甲营和步兵旅 从多个方向包围着城镇进攻 但最终失败了 而有一名指挥官更加战死沙场 另外有很多装甲被雕气四散 而坦克车和步兵装甲车 接连驶入了地雷区里面发生爆炸 有部分就在空旷的田野间遭到了空宅 因为这个城市四边都是一些荒漠 只有城镇里面有一些建筑物 也不高的 只有几层楼高 其实是一个小镇 俄军的士兵建壮四方八面狂奔逃命 有部分士兵被坦克的理带夹进去阵望 也很惨烈的 乌克兰军方宣称 有大量的俄军是战死受伤和被俘虏的 最少130辆的俄军装甲车 是遭到了损毁 军方发言人纳扎联科就说 乌军驻扎在地势较高的大楼顶端 清楚地看到 俄军就在下方的地面那树 穿过遼阔的田野推进 乌军居高临下 难怪俄军就输得这么惨烈 在地势上已经输虚了 另一位军方发言人 德梅特拉什基夫斯基上教就说 俄军的第155女 已经被迫重新配斥人员了三次 但是最终都是落得整个女儿被摧毁的命运 就是说已经保替了兵员三次 死的人应该不止五千了 因为你整个女儿都是五千人 那你保替兵员三次都死了 可能六七千都不止 根据俄罗斯强硬派的军事专家所分析 俄军在布格列达尔镇这一役惨败 是显示出他们的基本战术和指挥都是错误的 而前线指挥官就不断地重蹈覆车 这个是酿成灾难性惨败的原因 这个专家还扬言 如果俄军在顿内刺黑或者劳金斯克其他的前线 是重演这些情况 就可能会危及到俄罗斯夺取更多乌克兰土地的计划 那就不用夺取了 最好他继续用这样的战术 没办法的 因为普京又喜欢玩遥控 又喜欢亲自指挥 但他又不是御驾亲征 找起来那些拆鞋仔 帮友 走去指挥就一定会坏了 不过这些都是独裁者的一贯的做法 能够的那些人他不会任用的 因为一定是忌裁 身边不能够有任何一个人比自己 那个光芒是会盖过自己 否则又会对他猜忌 担心他叛变 于是乎他就常常使用一些垃圾 废柴 就想赢都难了 不过普京本身也有些错误的认知 不但是他那些傍友 不停为那些留料给他 因为个个不敢说真相给他听 而且俄军在过去的20年以来 是太过顺利了 因为他对亲那些 全部都是废的对手 军事实力极弱的 那些就是前苏联的加盟国 打亲都赢了 他就觉得自己 所向无敌 但是一对着乌克兰 由于扎联斯基总统成功说服了西方国家 对他作出军备的援助 已经搞到现在不断撤了 那就划算了 拿来贱的 好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关于车臣那支部队又如何 有媒体就发现 最近在俄乌战场的前线 这支最喜欢玩抖音的军队 竟然间就消声匿迹 连抖音上面的发片量 也都大幅减少 就引起了揣测了 究竟这些人去哪里呢 是不是准备要搞政变呢 是哦 不过就不是对普京来到他发动 而是他们收到一个秘密的任务 就要在摩尔多瓦搞政变 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所说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 秘书长丹尼洛夫就提到 他们的情报部门 是通知了 以及警告了摩尔多瓦 俄军就准备在不久的将来 要在摩尔多瓦发动政变 目的就是要推翻现时摩尔多瓦的政府 而且克里姆林宫是打算给车臣的部队 参一脚下去搞的 就是他自己不搞 又找这只白手套去 没那么欲宣 自己亲自操刀的话 欲宣点 就找这些人都知道是你的那些马仔来的 摩尔多瓦现在正在加强他们权力的集团 以对抗俄罗斯 试图发动政变的计划 一定要查清楚 究竟有没有哪些潜在的 潜伏的眼睛 你抽他出来 自己拿来战 摩尔多瓦本身 其实他都是陷入一个分裂的状态 自从他独立以来 其实有帮人又冻了一枝旗出来 就是叫做德涅斯特河沿岸 他们主要是俄罗斯人 现在也有俄军进驻在这地方那树 这个什么德涅斯特河沿岸的 没有人承认的国家 介乎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中间 在乌克兰南部一个港口的重镇 奥德萨旁边 现在俄军想搞什么呢 我自己的推算认为 由于俄军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基本上赢的可能性 就接近零了 只不过在那里拖时间 在那里搞消耗战 在那里每一下每一下 但是由于他的底子够厚 他人够多 那些冷战时期的战备也够多 所以现在还没输得完 但是我相信普京 是很想寻找一个出路 找一个缺口 就好让自己有个下台阶 于是他就去摩尔多瓦那里搞事了 中亚那些他就动不得了 因为一搞那些人一反面 但是这个摩尔多瓦呢 就跟俄罗斯本身没有接让的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乌克兰 那他就在这里搞事 如果被他成功发动政变了 然后车臣军队又走进去 霸佔了这个地方 那他就可能是明金收兵了 乘机是 因为叫做有些成果 有些战功 他其实有什么搞事呢 走去摩尔多瓦那里 因为这个国家本身的天然资源 又不是这么多 经济发展又落后 再加上人家 其实都没有犯了你俄罗斯而已 最多说 他选出来的新政府 是亲西方的 亲欧的 也不是说犯了你而已 他又没有说怎么样 走去大规模的支援乌克兰 他自己也没有这个本事 但是 其实俄军如果他要 说挥军入侵阿尔多瓦 他就出师无名的 于是乎就委派一个特别任务 给这个车臣的军队 这个就是根据乌克兰方面 所收到的情报 我基于这个情报所作出的预测 希望不准 其实这些是很惨的 无妄之灾 人家没犯你 你就去攻击人家 侵略人家 搞什么政变 搞乱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另一单消息了 乌克兰的海军陆战队 最近就发布了一段的影片 一辆号称为坦克终结者的 俄军BMPT坦克支援战车 就被乌军的炮兵摧毁了 这次是这辆有终结者 战争战车时期 俄军的坦克部队在进行街头航战的时候 蒙受了惨痛的损失 就成为了俄军去研制BMPT终结者的主要动力了 因为在打航战的时候 很容易被那些 暴兵炮击 你都根本上打残 人家在那个大楼上面 望着你 好了 这一架终结者就采用了T-72主战坦克的底盘 经重新设计的炮塔 就配备了强大的火力 终结者这个名字 就源自于 它搭载的四枚反坦克导弹 它也有一个更加主要的任务 就是在城市的航战当中 利用仰国较大的各种武器 射击位于建筑物高层的目标 凡亲发现到敌军 在暗角那里准备炮击自己的时候 射出去先 就为之终结者 而乌军方面就说 由于终结者就是俄军地面武器当中 一架相当之新的战备 目前已知 只有几十量是服役的 对于乌克兰来说 能够成功地殲灭这一款的战车 就成为了他们足以自豪的一个战功 那就对了 射爆他 他以为很聪明的 因为他之前对着那些是车臣 对着那些 哎呀 那个军事实力这么差的 他们的战备全部都是从前苏联那里引入的 那你当然打得赢了 等同那些大人打小孩一样 那现在派上去这个 乌克兰的战场那处 最终就是损毁了 其实都打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现在乌军就成功 遷灭了第一架 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开始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